上经新约全书 上经和和本 路加福音 第24章 这是Yuli为Libyvox.org所提供的录音 Libyvox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 Yuli 台北 2011年7月 第24章 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 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 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正在猜疑之间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 妇女们惊怕 将脸伏地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 说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是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 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胡言 就不相信 彼得起来 跑到坟墓前 低头往里看 借细麻布独在一处 就回去了 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正当那日 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伊玛伍斯 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是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救紧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溜巴的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数以色列名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事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说 看见了天使显现 说她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 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她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仙之起 梵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将进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 说 时候晚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 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坐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住谢了 拨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十一个使徒 和他们的同人 聚集在一处 说 主果然复活 已经献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 和薄饼的时候 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述说了一遍 正说这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愁烦 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 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他们正喜得不敢信 并且稀奇 耶稣就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 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 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 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 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耶稣领他们到 伯大尼的对面 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正祝福的时候 他就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 他们就拜他 大大的欢喜 回耶路撒冷去 常在殿里称颂神 第24章 完 路加福音 完 优优独播放